哈囉大家好,我是宇 這一次我們收到來自MOIN的合作邀約 要來跟大家介紹他們的行車記錄器 這一款是屬於後視鏡型的 有三個鏡頭 分別是前鏡頭、車內鏡頭以及後鏡頭 那它的前鏡頭最高可以到4K 車內跟車後的鏡頭是到1080P 那因為它也可以當成電子後視鏡來使用 所以他們在後鏡頭的部分有特別強調曝光的意志 所以這一次我們會來實際的測試看看 到底它錄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然後也會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些特色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一打開上面這裡是一個軟墊 然後這邊就是它機器的本體了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其他的東西都放在下面 這個固定的軟墊拿掉之後 這裡還有一個紙盒子 再把它拿掉 裡面就是它所有的配件啦 這邊就是裡面所有的東西了 首先是本體 然後它有附不同大小的綁帶 這個是GPS模組 就是負責用來偵測有沒有測速照相 以及記錄它的軌跡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它的後鏡頭 那後鏡頭的話它有兩種固定支架 一種是固定在車外的 一種是固定在車內的 這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選擇 然後這個是後鏡頭的線 那它也有一個觸發線 就是如果你要在打倒車檔的時候 可以讓它顯示後鏡頭的畫面的話 它是可以這麼做的 然後還有一個試鏡布 這個是它的供電器 也就是它的車充 然後這個頭看得出來它是使用Type-C的 另外這個就是它的車內鏡頭 那這個鏡頭它本身還有紅外線的功能 所以就算是在晚上車子裡面完全沒有燈光 也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本體吧 上面這邊有貼一層膜 然後後面這個地方應該就是它的前鏡頭了 前鏡頭上面有一層膜 這個記得大家使用前要把它撕掉 這個機身只有底下有一個實體按鈕 它本身是觸控的 然後上面這邊有一個AV-IN 這個是接後鏡頭 然後這個它是接GPS 這邊則是插記憶卡 以及它有一個reset的小孔 然後這個是它Type-C的插槽 那記憶卡的部分說明書上是寫說 它最大支援到128GB的記憶卡 然後建議使用到U3的規格 後面鏡頭這邊它是設計可以往外拉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子去微調鏡頭的位置 在綁帶的這個地方 它這裡是做軟墊的 所以你不用怕它傷到你原本後試鏡的鏡面喔 好啦那我們就把它開機 然後插上電來試試看吧 我剛剛已經把它撕掉了 那撕掉之後 其實它在未開機的情況之下 它的鏡面表現是還不錯的 你們現在看到裡面的我有一點模糊 那是因為相機有對焦的問題 那我把焦距對在我身上的話 這樣看起來就會清楚非常多 接著我們就把它插上電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初始化設定 以及它的介面如何吧 通電之後它就是自動開機了 然後會有聲音提醒 接著我們進到了語言選單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選繁體中文 然後按下面的箭頭也就是下一步 再來是時區的部分 台灣的話我們都是選UTC加8 所以呢就直接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然後到了光源頻率 以台灣的話我們光源頻率都是選60Hz 那每個地方可能不太一樣 如果你在日本可能就要選50Hz 好那我們就按下一步 時速的話在台灣都是以公里小時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選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下一步 於是我們就進到它的畫面 那現在是只有前鏡頭 所以你看到的是前鏡頭的畫面 現在上面這個畫面會閃 是因為我現在打燈的光是LED燈的關係 在一般的光線下來說 它是不會這樣子閃爍的 所以你們不用太擔心 那我現在還沒有插入記憶卡 可是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它拍攝的範圍其實應該不是只有這樣 因為它是可以自己去上下調整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它完整的範圍的話 可能還是要從回放的部分去看會比較準確 那現在其實就是它的前鏡頭啦 而且你們好像要看到有一點點我的反光對不對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面鏡子嘛 我把它的亮度調高一點 這樣應該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點 亮度的設定就是在上面這個地方 往左滑它就會變暗 往右滑就會變亮 那如果你想把螢幕關掉的話 下面那個實體按鈕把它按一下 這個螢幕它就會關掉了 那如果要再打開它的話 一樣再按一下它就會打開了 那在這邊的話 左下角有顯示 它目前顯示的畫面是哪一個地方的 這個就是車子的前面 右上角有時間的部分 然後這裡有它目前的一些狀態 比如說現在沒有插記憶卡 然後現在是停止錄影的 麥克風是有收音的 然後它本身是有聲音的 那這個東西我們可以點一下之後 這裡有一排的東西 我們可以選設定進去看看 像我現在的儲存空間 因為沒有插記憶卡 所以它就是0 分辨率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謂的解析度 你可以選4K、2K或1080P 那循環錄影的話 也可以選擇要1分鐘、3分鐘或5分鐘 這個就看個人習慣啦 那我自己是比較習慣1分鐘 下面這個是錄音開關 有些人可能只希望有畫面就好 不要有聲音 避免他們講話的內容也被錄下來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我自己的話 是比較習慣把聲音也錄進去的 當然我們等一下實測的時候 也會來測一下它錄音的效果怎樣 再來這邊有個指南針 說明書上是說它可以開啟或關閉 螢幕上的指南針 但是因為我目前看不太出來 這個之後我再測試它的效果 重力感應的話 就是它受到一定的重力程度 它會把那個檔案鎖檔 這樣它就不會被循環的時候洗掉 那這個東西我個人 以我自己在使用的經驗來講 其實我都是把它關掉的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在手動鎖檔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的話 常常會有很多檔案被鎖起來了 然後呢 到時候整個記憶卡 其實就都是鎖檔的東西 因為你也許調個低 然後一點點的晃動它就會鎖檔 這樣的話反而其實不好 所以我自己都是把它關掉的 那再下面語言設置 就是我們剛剛可以去調整的那些語言 那這個應該是我們設完就不會再改了啦 除非你之後有要換成其他語言 再來是屏幕休眠 就是它過多久之後 要把螢幕關掉 那這邊你可以選擇自動關屏 那它就會過一段時間之後自己關掉這樣子 那這個自動關屏它並不是停止錄影 它雖然說螢幕按掉了 但是它還是會繼續錄影的喔 至於平保模式的話 我還要再研究一下 然後自動關屏的時間 我等一下也需要測試一下 這邊目前看起來是沒有辦法設定的 再來是它的音量 就是我們現在在用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BBB的聲音 那你也可以把它關掉 這樣的話呢我在點擊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BBB的聲音 然後是亮度設置 一樣有低、中、高 這跟我們剛剛在外面調的其實是一樣的 再來是開機預覽 也就是你一開機的時候 你要它顯示哪一個畫面 那如果你是把它當電子後照鏡的話 一般來講應該都是選擇後 所以我這邊就先選後 那它也可以分屏 就是可能一半是前鏡頭 一半是後鏡頭 這個等一下我把鏡頭插上去之後 我們再來測試 再來這裡有倒車輔助線 它是如果你有把後鏡頭 連動你的倒車檔的話 它有辦法顯示這個輔助線 那如果你沒有連動的話 它當然就不會顯示啦 再來是鏡像 鏡像其實就是我們前面看到這個畫面 它要不要做左右顛倒 那這個東西你們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它預設是打開的 再來這邊是後鏡頭180度翻轉 這個等一下我們也實際測試一下 它的效果是怎樣 因為我還沒有插後鏡頭 再來是車速校準 因為其實我們GPS 跟車子的表數會有點差異 那如果你希望它是一致的話 就可以來這邊去調 那它有-2-4-6-8 跟-2-4-6-8 可以做一點微調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東西 並沒有到非常重要喔 再來是日取與時間 點下去之後 它可以透過GPS自動設置時間 當然你的GPS模組要插啦 我現在是還沒有插上去 然後你可以選擇24小時字或12小時字 還有你的時區跟下定時間 那基本上如果你有用GPS自動設定的話 我就覺得不太需要去擔心啦 你只要有插著 它每次開機都會自動叫10 最後就是恢復到出廠設定 跟它的設備訊息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稍微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先把它的其他鏡頭 跟它的記憶卡插進去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插上去之後 它的介面又是怎樣的 我現在已經插入了記憶卡跟後鏡頭 然後後鏡頭一樣 你是可以自己去調整說 你要看哪一個區塊的 那像我現在是把它平放在桌上嘛 然後我已經發現 剛剛的那個設定裡面的 翻轉180度是什麼意思了 它是可以做上下顛倒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可能 不是像這樣平放 也許我是把它這樣子倒過來黏的 那倒過來黏的話 平常一般直接看的話 它的畫面就會是這樣子倒著的嘛 那你如果說你去設定 然後把它設定成翻轉180度 就是我們剛剛下面的這個地方 後鏡頭180度翻轉 我們把它關掉的話 它就會是正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看你安裝的方式 如果你是倒著安裝 你剛剛那個就不用開了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放著安裝的話 那剛剛那個就得要開了 然後你在這個頁面啊 你左右滑動 它是切換鏡頭的樣子 所以像現在這個就是分屏 左邊是前鏡頭 右邊是後鏡頭 然後你再切一下 它就是變成前鏡頭 那再切一下 它就是變成後鏡頭 那為了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我現在是把鏡頭放倒的啦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分辨 這是前鏡頭 這是後鏡頭 然後你切到後鏡頭的時候啊 你其實可以去調整它縮放的比例 在右邊這裡 可以往下滑或往上滑 所以你就可以去調整說 你的後鏡頭的比例到底要多少 但是一般來講 應該是會越廣越好啦 所以我們其實主要要調的 應該還是它的位置 就是你裝上去之後 你就調整好 你後鏡頭要看的位置 是哪個位置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你在把它當成 電子後照鏡的時候 可以去使用的了 然後我們再到設定裡面去看一下 在設定裡面呢 上面這裡的儲存空間就已經有了 你可以點進去 那當然進來的時候 我個人建議 如果你插進來 它沒有叫你格式化SD卡的話 只要你是第一次使用 建議你也是把它格式化一下 就點下去格式化SD卡 那格式化的時候 會把裡面所有的資料都刪除 這個應該大家是知道的 你就點下去讓它去做一次格式化 這樣對於記憶卡來講是比較好的 那記憶卡這東西 我也建議定期要把它去做格式化 這樣在使用上才會比較穩定一些喔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怎麼去看回放的 我現在先把它停止錄影 那回放的話呢 是這一顆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讓你去選擇你要回放的內容 那像現在這個F 它就是前鏡頭 而且呢它是有把聲音給錄進去的喔 然後呢 中間這個其實是如果你有鎖定的畫面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碰撞鎖定等等的 那因為現在的話我是沒有設定 那它其實也可以做拍照 所以有個圖片的功能 那這個地方如果我想要改成看後鏡頭的話 我可以點右上角這個地方 去切換成後鏡頭 那當然如果你有車內鏡頭的影片 它就也可以切換成車內鏡頭 那再來就是它有自己手動鎖檔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那這裡呢 如果我想要手動鎖檔的話 就是這一顆一個鎖的按鍵 比如說我現在錄的這個影片 我想要鎖起來我就要點一下 那現在的這段影片 它這裡變成黃色的有沒有 正在錄的這段影片它就是手動鎖檔了 所以這個影片它就不會在循環的時候被洗掉 我現在把它停止 然後重新開始錄製好了 這個新的影片它就是會被洗掉的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我們看影片的地方 在這邊你就可以找到鎖檔的這個 裡面它就有一個檔案是鎖住的有沒有 這個地方 那當然除了前鏡頭後鏡頭也會跟著一起鎖 所以它是可以切過來就換成鎖定後鏡頭的 所以你按了一下鎖定之後是前後鏡頭一起鎖 那如果你有插車內鏡頭的話 車內鏡頭也會一起鎖 再來這個它是拍照的功能 你點下去之後它其實就會拍一下當前的一張照片 那我們一樣到這個地方就可以去看它的照片 照片的話在最下面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我現在是後鏡頭的 所以這是前鏡頭可以拍攝到的整個完整的範圍喔 接著我想要來講一下車內鏡頭 它是一邊可以讓你黏在擋風玻璃上面 然後另外一邊可以去轉動 所以你就可以轉到讓它可以拍到車子裡面的一個狀況 那不一定要黏在擋風玻璃啦 反正就是車子裡面可以黏的地方 然後它這個上面的膜也是你使用的時候要先把它撕掉 不過這邊其實有一點我覺得是要注意一下的 因為它的這條線它是接在車充的那條線上 也就是說它的車充是這種的 然後這個地方是分成兩條 那一條呢它是拿來接這一台的 所以這個地方要插在這裡 那它的另外一端是Type-C 所以簡單來講它的Type-C孔應該是同時具備了供電 然後還有傳輸這個東西的資料 那就會有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只能用它們的車充 而沒有辦法用自己的Type-C充電線 那這個部分就是大家要多留意的了 如果說你今天是想要用自己的Type-C充電線的話 那可能你就沒有辦法使用這個車內鏡頭了 然後也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用車充去供電 我現在是用行動電源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測試這顆車內鏡頭 那我們就等到實際裝到車上的時候 再來測試看它的效果怎樣吧 我們最後一件事 我們會看到這麵路面的車 我們會看到它們的車子 如果按照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的車子 不就等到車子 我們會看到它的車子 要說得到你的車子 就會有小型的車子 然後可以出現 放置全部原來拿到市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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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